好 这个是杂鼠的兰花 算是杂鼠 我们叫之前有介绍过黄碎跟红碎兰 那这个是白碎 这是另外一种品种 那它的开花模式很有趣 它开花模式从新芽 你可以看它新芽一来以后 它就抽一个花梗上来 新芽以后来一个就抽一个花梗上来 所以你看这一个里头会有 1 2 3 4 5 6 7 7到8个花梗 所以它蛮有趣 它的花梗是从中间抽上来 然后抽个新芽 所以只要长个新芽 它就会抽个花梗 所以这个是照顾起来会非常有成就感 当它大科的时候越长越多越长越大 那这种碎类的黄碎 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因为很有趣 那开起来的花到时候会垂下来 像这个是白色的 到时候是白碎 因为它学民来是白碎的 那开起来应该是吧 应该没有错 因为希望是没有拿错 那这个是种木头的 所以它里头都是木头材质 粗料材质 所以它可以一直浇水 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通透性非常的好 那也可以长期这样种 因为里头都是粗料 粗料比较不会损坏的状态 好 所以呢 你可以看它的一梗 它只要一梗就会来花 一梗就会来花 那其实这边还有一些小的 小的花 小的侧枝条 它在冬天会来新梗 那有些这种黄碎非常多品种 像有菲律宾的 像这一棵也是菲律宾的 菲律宾的黄碎就分成非常多种 那有些呢 是秋天来花 有些是冬天来花 有些是夏天来花 不一定 品种不太一样 就是它来花期不太一样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它的新叶长得特别的大 对不对 表示这里的状况是不错的 那它其实比较不耐晒一些些 如果你给它太阳太强一些 它那个叶我就会焦掉 有没有看到这个 那这个其实不会影响到它 但是就不好看 所以在种植方面 就是看你 如果你觉得 像我就喜欢种在中强光的地方 让它开花性好一些些 那就算不好看也没差 像这个就会焦焦的 除非你再加网子上去 让它的光线降低 但是光线降低有可能 怕光有重量不足 那所以你看 它只要长越大 它花开越多 你可以看它这个就 二四六八 至少八朵 那这个不知道它会不会 那其实这个 其实它每走一个新走金上来 就是我们叫一路 这个下面就是在走一颗出来 就一路一路 那所以其实你看它一次是走八路 那如果过两年 它再分岔的话就越来越大 所以兰花这个东西 它会越长越大 而且速度会越来越快 但还是要看品种 像蝴蝶蝶就只有一颗 它就不会分芽 所以它就不会 它只会叶子变大 那植株不会变大 除非它有那种 除非它有长侧芽的能力 那就有可能 那像这种呢 它就是会顺着这个芽点 一直长 一直长 那顺着芽点长的时候 如果它的分岔很多的话 它的速度就会加快 基本上是倍速的成长 过两三年 像现在是八芽 如果明年也是八芽 就会多一倍 那如果明年有些又长侧枝 像这个是长两芽 有没有看到 长两芽 那就是一芽变两芽 那这时候呢 它可能明年就变十六芽 就会变成非常非常的多 过两三年以后 它就变成一个很大一重 很大一重的兰花 所以兰花这一系列呢 如果照顾的好的话 尤其是这一种 或者是像拖鞋那一种 它可以很快的变成一大重 但是都需要一段时间 通常都需要好几年以上的时间 像豆兰也是一样 就是它会变成很大很大一重的豆兰 那这样到时候呢 开花就会很漂亮 但是有一个缺点 中间太多的时候呢 容易得病 容易出问题 所以这个有点两面刃 你想要让它大 但是又想不要让它得病 那你可能就是要喷药啦 去做控制控管 会比较安全一些些 所以刚好这是一个 很两难的状况下 中间越密集越不透风 越容易产生细菌 或者是真菌的累积 越有可能会得病 这刚好就是两面的 不同的状况 那所以呢 在有限在大根 大根开花多的状况下 你要把它种到又多 又开很大的花 那就是需要技术跟很需要的照顾 所以你会发现 市面上有时候很少那种 非常非常大虫的兰花 对不对 大部分都是拆芽的猪 因为第一个 贩卖下来比较不会这么贵 然后第二个呢 它比较不会得病 也比较不会 比较好种植 好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喜欢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 这个等它到时候开的时候 再给大家看一下 好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